在《輕鬆得星》裏面講到 如何能夠有生命發揮出來 能夠活出神的愛 首先是與神的關係好 然後處理生命 然後發揮生命 而在活在神的愛和計劃 其中第三點就是講到如何有神的完美計劃 神有一個完美的計劃 我們首先講一講很多人對於失敗很害怕 很懼怕 尤其是一些大的失敗 人生裏面有一些大的問題就會很害怕 譬如這裡講出一些人的失敗 婚姻 第一個殺手是什麼 是感情不和 即是人不懂得與人建立好的感情 或者人際的問題 或者被炒鱿魚 很多人就怕自己是一個失敗者 這些失敗在神裏面是可以避免的 可以靠主德性的 人是希望 左邊就是世人 希望他生命是怎樣 有錢 成功 他做話事 被人擁戴 即是他自己很聰明 但是我們所講的成功是什麼 能夠討神的喜悅 能夠祝福人 生命能夠發揮 但是同時 神都會祝福整個生命 即是整個生命同時會祝福 不是說 神只是祝福屬靈 但是人造功又失敗 人際又失敗 是不會的 是整個人的生命更加發揮 所以世人希望只是在世上得到的 反而他們沒有把握得到 而且他們一定得不到就是永生和神的祝福 但是當我們聽神的話 我們得到永生和神的祝福 並且在世上是會有越來越多的成功 所謂成功不是一定是做一個大有錢人的成功 而是人的生命是能夠發揮出來的 人不是一個失敗者 而是一個對別人 對自己 對社會 對神的教會 都是有祝福的 神為愛他的人預備了什麼呢 第一 就是建立恩賜的機會 即是說 當你愛主 你的生命可以提升 而我很有這個託符 就是在這個教會是訓練更多人 我們崇拜之後也有一段時間有這個訓練 而且在月初的禮拜 當我來到可以 當我可以在月初來到的時候 我會下午留下來 就會有更多的訓練 訓練各樣的侍奉 第二 就是榮耀神的事業和路向 無論我們做什麼工作 我們可以在這份工作裡 人見人愛 我的意思不是每個人都喜歡你 而是人家會覺得你有耶穌的生命 你有神的生命 你會影響到人 你的言語行為是榮耀神的 還有有榮耀神的路向 也會祝福我們的友誼婚姻 或者是單身的生命 就說 無論我們是結婚還是不結婚 或者我們跟人的關係 神都會祝福 但是聖經是有講到 跟從耶穌的人一定有迫伯的 這個是一定有的 但是 除了迫伯 我們也同時有些人 我們是能夠建立好的關係 雖然有些人永遠都會抗拒基督徒 但是我們靠著耶穌可以能夠有好的友誼和婚姻的生活 由我祝福下一代 很多人很緊張我下一代如何得祝福 很多人以為一早預備他讀什麼幼稚園 什麼小學 什麼中學 什麼大學 為他預備好 這樣他將來會成功 不是一定的 你以為他預備好多 反而可能他更加放棄 但是當你從小時候用神的話語教導他 用去親近神 還有 另一件事就是 他要對他的生命開始負責任 從小時候開始學習收拾東西 學習洗碗 學習一起幫忙煮飯 做家裡的事 他覺得我是有份的 甚至找學校和他一起去找 怎樣的學校是對你最好呢 這樣和他思考的時候 他學習 用神的方法選擇他的路 我們能夠祝福下一代 和整個生命是會提升的 不要以為自己已經不行了 我們個個都可以提升 只要我們聽話 生命一定可以提升的 好了 我們第一點所說 就是神計劃了的都成就永不會失敗 就是說神所計劃的東西 是不會失敗的 要說神的方面 神是完全沒有失敗的 首先我們重溫關於神的證據 為什麼我們會說這一點呢 讓我們知道我們所信的神是可信 是真是有能力的 是真實的 真是這個世界是有個神掌管 並且有世界末日 聖經也說到瘟疫 是聖經所說的世界末日的先兆之一 不過現在這個疫情並不是最後期的 因為聖經說到 《路加福音》有一章說到 在最後期的瘟疫之前 是會有大的迫伯的 但現在這個大迫伯未到 雖然有些地方有迫伯 但是尚未到 聖經是一早說定了 所以我們相信有個神掌管 我們聽神的話 在神的計劃不用怕 因為神會保守祂的子民 有些人說 有些基督徒都染了病 即是保守的意思 未必代表我們沒有困難 但在困難裏面得到幫助 我有時去看星火飛騰 我發覺有些人 我剛才看了一個片段 是怎樣的 那個人是末期胰臟癌 大家聽過胰臟癌是非常危險的 得好的機會是極少極少的 這個人 但他就堅信耶穌 聽耶穌話 醫生說他很短的時間 甚至他 我不是說每個人都這樣做 他自己發覺治療是沒有用的 他就說我不如倚靠神 以及用中藥的方式 即是那些化療 反而將身破壞 他用中藥的方式 他已經活了一年半 他還在侍奉神 在影片的時候 看到他還是很健康 如果你有興趣的影片 我可以傳給你 看到神是一個活神 他真的能夠幫到人 他一樣有病 不過在病中得到神的幫助 我簡略地說神的證據 我們知道我們所信的神是活神 第一 聖經有很多詳細的語言 很準確的 耶穌還未來之前 沒有釘十字架 聖經預言耶穌要釘十字架 而且神會忽然進入聖殿 就是希律王 雖然那個聖殿重建了 很殘舊 已經幾百年了 但是神會感動希律王 一個殺人王 他殺了他的太太 和他三個兒子 因為妒忌他們 這個人居然為聖殿 重建和擴建 在擴建過程 耶穌就出世了 這個就是神安排 讓耶穌進入聖殿 是很美的 所以那些人說 你看這個聖殿多美 但耶穌說 將來這裡沒有一塊石頭 摘在另一塊石頭上面 然後說到耶穌被釘之後 耶路撒冷便被毀滅 然後聖經的科學性 這個地球 以前的人以為是平的 但是聖經已經說 它是懸掛在虛空的球體 以及電能的傳遞訊息 你能夠發出閃電 告訴別人我們在這裡 而我們現在經常都用的 用手機告訴別人 我現在來到哪裡了 我在門口等你 然後 神吩咐耶穌人 第八天行葛禮 而那天 那些血最容易凝固的 然後最下面那裡就是 聖經是可以經歷的 神是可以經歷的 信主和親近神可以經歷平安 喜樂、醫治 奉耶穌命是可以趕邪靈的 還有 有些人死後 他的靈魂出竅 看到周圍發生的事 講得很清楚 證明人真的有靈魂 那那些信主的 他真的看到耶穌 或者天堂、天使 很開心 由他回來告訴別人 是有很多網上的見證 也有一個人 我是將來想請他作見證 他現在的時間就不行了 他也是有一個類似的經歷 而我找到這個人 在星火飛騰那裡 他有作見證 也有些不信的人去到地獄 還有譬如有些道教的人 我曾經試過一次 我去到一個 不是香港的 在外國的 有一個店 但這個店是甚麼呢 是道教的廟 我看到一個人坐在那裡 因為我想進去 一方面了解 或者挑戰一下他 我走進去 我跟他說 你有沒有去陰間的經歷 他說你不要問我是否有沒有去的經歷 你又問我有多少 意思是這些當然有 不過我多還是少 他說是甚麼呢 去陰間 這件事很奇怪 他們就覺得去陰間很厲害 下去地獄 看到袁羅王 這是中雲的名字 其實是魔鬼 有甚麼這麼誇耀 他不是去天堂 真的有地獄 他就說我經常去陰間 但有甚麼誇耀 為甚麼不是去天堂更加好呢 我們現在說了證明神的證據 這裏開始說甚麼呢 就是神說了會實現的一定會實現 我們一起讀一下 《以賽律書4.6章10》 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 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 說我的囚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 這個經文很特別 它是說到神能夠預言和計劃 然後令祂成就 這裏說到我從起初開始 就說定末後 末後即是世界末期會發生的事 從古時很久之前已經說明未發生的事 就說我的囚算 即是這些計劃成就 是我計劃的 即將來發生的事是我計劃一定會立定 我喜悅的事一定會成就 這裏說到甚麼呢 他指明末後的事和將來的事 這就是預言 即是神能夠預言將來發生的事 然後他說我的囚算一定會立定 即我計劃了一定會成就 即是神會令這個預言應驗 而這個經文就說到全世界的事 都會這樣發生 所以神令到萬國的事情發生 這個世界上的事 神不是令人犯罪 不過神在一切的事情發生的事 他會有一個奇妙計劃的 而重點是甚麼呢 神是一定成功 神說了做的一定成功 所以如果神的計劃 假設我的右手代表神的計劃 神的計劃一定成功 我們入到他的計劃就一定成功了 即是神的計劃是成功的 我們入到他的計劃 我們的生命就會成功 不代表你成功做甚麼百萬富翁那種 而是你的生命是有意義的 好了 另外一個經文 以賽書十章二十三節 這幾處經文都是講到神一定成功的 一起讀一下 因為主萬君之耶和華在全地之中 必成就所定規的結局 神就說在全地之中 祂一定會成就 祂所定規的原文意思就是命定 祂所命定的結局 是一定會成就 是神令到祂成就 好了 那有甚麼含意呢 即是神定了全地的結局 這個世界是怎樣發生 神知道了 神命定了就會發生 說了一定會發生 然後顯示甚麼呢 神是一定成功的 這裏就是講到耶穌會回來 是一定會成功 在世界末期發生的事 聖經也都清楚說了 祂是命定了這些事發生 這些事一定會發生的 在這裏的經文就講到 神的路是超越人的想像 人的能力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 《義賽書》五十五章九節 天怎樣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語說從天而降 並不返回 卻滋潤地土 使地上發芽結實 使殺種的有種 使要吃的有糧 我口所出的話 也必如此 決不徒然返回 祂是要成就我所喜悅的 在我發達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這個經文是非常好的 講到神的話語和祂的命定 那種確定 他說天怎麽高過地 大家如果伸的手 能否碰到旁邊這棵樹 在街上 行不行 不行 你跳跳不跳得到 跳不到 我們就算乘飛機 我們可以飛到多高 乘飛機都是飛到某個層次的 那你說我乘火箭 乘火箭可否去到這個宇宙的盡頭 是去不到 就是這個天是無限量的高度 是我們沒有那麼想像的 其實我曾經想過的問題 天有沒有 到底這個宇宙有沒有邊界的 你想一想 如果有宇宙的邊界 那我去到邊界 我伸一手出去伸不伸到的呢 因為那裏是沒得伸出去的 好了 如果沒有邊界 那什麽叫沒有邊界呢 我們沒有想像 就是只是這個宇宙擺在這裏 有沒有邊界 我們都想不到 如果有邊界 那去到邊界是怎麽樣的呢 如果沒有邊界 什麽叫沒有邊界呢 我們是想不通的 就是神的道路 祂的意念 是超乎我們想像 我們沒什麽能夠明白 因為我們真的是感激的神 是有一位創造的神 而是一位慈愛有能力的神 如果這個神是一個殘暴的神 我們都沒有負 但是我們感激的神 這個神是一個極度慈愛和極度接立人 無論人怎樣敗壞 祂都接立我們 很想去救我們 神也是能夠興起每一個人 能夠幫助任何人 我看過很多見證 都說到那些人很慘 很低沉 很不開心 然後當祂信靠耶穌的時候 祂呼求耶穌 祂忽然間經歷了一種很大的平安 我見過這種見證很多很多 就是這個神是超越一切的 我們繼續看下去 祂說雨雪 即是神叫雨或者雪下來 神叫雨下來都不會徒然返回 祂會滋潤地土 令到地上發芽生長 同樣 十一節 祂說我口所出的話也是這樣的 決不徒然返回 聖經的話和我們宣講的話 和我們向人宣講神的話 一定會成就我所喜悅的 有些人說 神的話有些人信 有些人沒有信 有些人沒有信 祂就是成為定罪的 就會定祂的罪 但是我們希望是拯救的 神的話是改變人的 祂會成就我所喜悅的 在我法他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即是神的話語 一定會亨通 成就祂所做的事 這個經文說給他聽什麼呢 就是神說的東西 是不會徒然返回 一定會成就 所以神的計劃 我先用右手代表 神的計劃說了會這樣 一定會成就 只要我們跟從神的話 就會進入神這個完美的計劃 我們對於生命就沒有擔心了 譬如我自己這樣 我感謝神 神給我不同的好的教導 神一直個別教我 其實我們個個都有耶穌教我們 耶穌會提我們悔改 提我們愛人 要恕人 關心人 這些是神的教導 神也會提我們更加高深的教導 當你越思想神的懷疑 你可以越體會到 我順便講講 我弄了一個金句的錄音 我已經傳給一些學員 因為那些參加過課程 如果你想得到 你都可以把你的WhatsApp給我 我就會傳給你 那些聖經錄音 我現在錄了一部分 將會將傳滿 即我將來會做完傳滿新約 和舊約一部分的經文 這些話語 我自己家裡經常聽 經常跟著他讀 讀讀下就會入心 神的話語在我們裏面有能力 我們越思考神的話語 就越有能力 因為神的話語 是不會突然返回 他會成就他所做的事 我們在神的計劃 生命就會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我希望 如果你想得到的 你待會留下 你用一張紙 留下一個電話給我 我就會加你的WhatsApp 所以我就會將這些資料傳給你 好了 以上三個經文說到神成就 說的東西一定會成就 我們再簡單重溫一下 就是神指明末後的事 和言明未成的事 我所囚算一定會立定 神計劃一定會成就 第二個經文 神定規這個結局 是一定會成就的 神所命定的結局 第三個經文就是說 神的話語發出 是不會突然返回 一定會成就神所喜悅的 那就是說 神想要成就的事 是必然亨通 必然成功的 神裏面是必然成功的 第二點 神的計劃是必然成就 當人真的在神的完美計劃 都會成就大事 就會越來越少個人的失敗 因為有很多人 他們一生人是怎樣 因為放屁 讀書又不成功 很多困難 做工又跟人關係不好 或者不忠實 結果影響他的人際關係 影響他的工作 在婚姻裏面都隨便鬧嘲 隨便發脾氣 以至他整個生命是破壞的 而當我們聽神的話 我們靠著耶穌珍惜我們的生命 無論我們讀書、造工、家庭關係 在教會 和一切人的人際關係 都靠著耶穌 用耶穌的方法 行世耶穌的方法的時候 我們就入到神的完美計劃 入到這個計劃的時候 是極少個人的失敗 是會越來越多成功 為什麼個人失敗 我們一定有的 比如你去踩單車一定會失敗 會跌好次 那種失敗不會說沒有的 但是你不會說 走去隨便和一個人結婚 搞到有很多問題 整個婚姻破裂 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做好求神帶領 如果我們求神帶領 我們可以有把握 這個婚姻是會好的 但一定要處理 不是說我和這個人結婚就一定好 是一定要處理的 下面一路有說 人雖然不會完美 但是人可以盡量接近這個狀態 我們不會完美 但是既然神是完美 我們可以越來越接近這種完美的狀況 好了 這個經文就告訴我們神有計劃 我們一起讀一下 詩篇139篇16節 我未成形的體質 你的眼早已看見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策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其數何等眾多 我若數點比海沙更多 這裡說到我未成形的體質 當我們在母親的懷中的時候 那時候都未曾成形 左下角的圖就是一個受精的卵子 是第一天 當這個精令到他受人的時候 那時候未成形 神已經認識我們 神已經看見我們 神已經有計劃 其實之前已經有計劃 未曾有這個世界已經有計劃 然後跟著神所定的日子 這個定字 在下面有說到 在希臘文和希伯雷文 有些如果大家懂英文 就算中文都有 不過中文那些就要買了 英文那些就上網有的 就有篇號 即是舊約聖經的希伯雷文字 就有個H在這裡 H就是Hebrew 希伯雷文 然後新約的就有個G 就是Greek 希臘文 這個字就是 舊約的Hebrew H3335 這個字是什麼呢 這個意思是 好像搖帳塑造一樣 即是說什麼呢 我們一生是神塑造的 故意將你的路如何安排 我們要分清這件事 神計劃不是代表你 譬如有些人說 我婚姻失敗 我又很多東西失敗 神不是計劃失敗 神是計劃 當我們不聽話 祂都幫我們 即是說 祂會 無論我們軟弱 或者我們親近祂的時候 神都計劃好了 而有個神完美計劃 我用右手代表一下 我們越聽話 就越入到 這個計劃不是自動入的 不是自動入 所以大家看到有很多基督徒 回家會吵架的 有沒有聽過 會吵架的 他是沒有入到神的計劃 他覺得 用回普通人的方式 他罵我我就罵他 不順眼就罵他 這個是普通人的方式 他就入不到神的計劃 但是他聽話 就入到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已經神定了 好像我自己的生命 如果我不聽話 我不會一直發展下去 如果我隨意犯罪 我就可以破壞這些機會 所以我越珍惜這個機會 因為神已經定了一個好計劃 我盡量入這個計劃 我越聽話 越親近神 我就越入到這個計劃 即是這個計劃 不是代表很多基督徒生命又吵架 那些不是神計劃的 神計劃是怎樣 有條好路 不過他們沒有入到 所以有這個問題 我們大家反省一下 我們的生命有多少 是我們自己破壞了 有多少我們入了耶穌裏面 給耶穌改變的 那你入了耶穌裏面 你就多謝耶穌 我有入到這個改變 我願意更加進入 那你就越來越提升 那我就很想能夠幫助大家 能夠生命被提升 好了 你所計劃的日子 我還未過一日 已經寫在你的賊上 即是我還在這個母覆 已經寫在賊上 寫在這裏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而神寫什麼呢 就是寫寶貴意念 在我們人生裏面 我們大家可能會見過有些人 真的經常都對我們好的 大家有沒有這樣的人 譬如說 有時你的父母 或者你的祖母 或者你的祖母 有些祖母很好的 或者總之我們有些親人 真的經常都想想 怎樣對我們好的 但是他始終有限度 但是神不同的 神是會不斷有好的意念 和祂不斷能夠幫我們入到的 這個是神那種極好 如果我們看到神的好 神啊我只要入到你的計劃 我只要聽你的話 我每日都有新的事情發生 我每日都有更美好的事情發生 你的生命就一直提升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神的意念 全部都是寶貴 而且其數是何等眾多呢 他數下比海沙更多 海邊的沙有多少 多到不得了 即是每日神都給很多意念 譬如現在 神都給你一些好意念 神有一些發出的意念 就告訴你 我有個好計劃 你快點入這個計劃 你入了這個計劃 你一定不會後悔 你一生必定蒙福 好 好了 如何入這個計劃 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我們一起讀 將身體獻償 當作活際 是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是奉 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者的世界 只要心意更生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 何為神的善良 順存 可喜悅的旨意 好了 這裡講到 我們怎樣入到神的計劃 這個計劃不是自動入到的 是一定做什麼呢 三件事 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際 整個生命獻上給神 第一 就是神啊 我願意你掌管我生命 我願意聽你說 你的話語的吩咐 我照著他做 你叫我親近你 我親近你 叫我遵從你 我遵從你 叫我服侍你 我服侍你 將身體獻上 第一 第二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有些人整天的娛樂 就是看電影 看那些影片 有很多人不知道 這些影片 我不是說絕對不要看 你可以分辨的 有些影片是不斷灌輸什麼呢 反叛性 貪錢 吵架 爭取自己的利益 自私 有很多影片是傳遞這些價值觀的 當日天天看 經常都是顧著 我什麼時候結婚 我什麼時候生兒子 我娶一個人 或者結婚的人 要怎樣有錢 什麼條件 要夠美 電視上拍的都是要美 這些是世界的價值觀 很少看內在的價值觀 很簡單 大家看愛情片 或者愛情歌 多數說什麼 我想到他就很開心 我真的很感動 日思夜想 我做夢都想到他 似曾相識 夢中見過你 全部都是這些 就沒有什麼說什麼 結婚之後 大家有些意見不合 怎麼辦呢 不說這些 意見不合 吵架 你看電影也是這樣 意見不合 就是吵架 就沒有什麼說 我要去原諒他 我要去祝福他 我要幫他 我建立這個婚姻 大家很少看到這些 多數看浪漫 怎樣開心 在海灘漫步 飄啊飄啊 這不是人生的全部 這只是浪漫的部分 當然有浪漫的部分 但是浪漫之後 我們怎樣有愛心呢 怎樣處理生命 怎樣跟他建立關係呢 這些呢 他們就沒有說的 為什麼呢 只是追求我要 通常人結婚是什麼呢 我要找個漂亮的 有錢的 合我心水的 聽我話的 這個就是 這個世界的方式 然後怎樣呢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是說 心意被神改變了 愛人 關心人 遵從神 以神的事為念 這樣呢 我們就能夠 測驗神的善良 順存 順存的意思就是完美 可喜悅的旨意 我們就能夠開始分辨到 和開始進入這個完美計劃 所以要進入這個完美計劃 不是自動的 越是將身獻上 不效化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的人 越進入這個計劃 就越少失敗 因為神是不失敗的神 就越少失敗 但是越是靠自己 就越有問題 好了 這個呢 根據這個經文給我的意念 神為人安排一個最好的計劃 我叫計劃一 但是人很多時候不聽話 犯罪 就下去計劃二 譬如說 神為的安排這個配偶 很好的 誰知道 人當然有不同的 他呢 就是一個整齊些 通常來講 女性是會著重整齊的 男性都應該學整齊 不過男性的人生 通常神創造的男性 就比較著重向前 事業 看遠景 女性就比較看細節 那兩人配合是最好的 男人永遠都不會變成女人 女人又不會變成男人 我都跟我太太說 我太太很細心的 我說我都不會學到你這麼細心的 但是我會盡量 那也都神給我一些目的 是很清晰的 就是我 人給我 神給我這種目的 那 當我跟他配合的時候 他都會有些提示我 告訴我 有些事情我做得不好 有些事情我 譬如我 曾經試過遲到 那他用我的好方法 他就問我 你想一下為何你會遲到 你下一次可以怎樣不遲到 這個就是他的方法 非常好的 但有些太太就不是的 發勢爛爛又走了去 你遲到我不理你了 我走了 但是他就會引導我 為何你會遲到 你下一次怎樣預防 不要遲到 還有你可能預的時間 預得太慢 如何預得多些 就是人總有弱點 如果我容許這些問題 破壞婚姻 我就落下一層了 計劃二 再不聽話 計劃三 有些人跟離婚一些 或者跟人關係不好 經常吵架 越落越低 越不聽話 越不親近神 越落越低 為什麼我有什麼根據說這件事呢 因為聖經說 你要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際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才能夠體會神的完美計劃 如果當人不將身體獻上 那自然他不會入到 他又經常被世界影響 經常貪錢 經常罵人 更加進不到 所以神計劃了是最好的 但人不聽話就越落越低了 但當人聽話 親近神 尊重神獻上生命 他會回到高一點 不過回不回到最高 是未必的 為什麼不能一定回到呢 很簡單 年紀大了 已經失了很多機會 拿不得回頭 未必拿得回頭 不過都可以去一個更高的計劃 即是當我們愛神 去侍奉神 祝福人的時候 你已經進入一個更好的計劃 比以前好很多 未必去到最完美的 現在我們開始 真是親近神 被神去改變 我們就可以進入一個更好的計劃 大家想不想 進入一個更好的計劃 就不要有一個越來越低 那時候我們在神學院 神學院教授說給我聽 上課的時候說 他曾經有神學生做了牧師 後來什麼原因呢 喝酒 破壞婚姻 破壞家庭 結果做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 曾經是牧師 可以這樣 也有很多牧師因為婚姻問題 婚愛情 失去了他侍奉的崗位 甚至有坐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些事情 就是他將神的計劃破壞了 所以我們知道 神的計劃不是自動的 是需要我們進入的 好了 在神的完美計劃裡面 成功和失敗是什麼意思呢 主理的成功是什麼呢 他愛神 從神領受智慧 他有喜樂 天天清理垃圾 有愛心傳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 有策略性的侍奉 不是個個都做傳道 你不要以為個個 我進入神計劃就做傳道 不是一定的 因為你不是呼召這件事 你又 不要勉強去做 但是傳福音是個個都做的 不是個個都做傳道人的 但是你在你的崗位做好你的本分 榮耀神 那你就是進入神的計劃 在這個崗位裡面 能夠去尋找機會傳福音 不是代表不斷傳福音 是你尋找機會和人建立關係 然後有機會傳福音建立人的靈命 回到來教會也祝福不同的人 失敗有兩種 左手邊的是自己做錯事 第二種就是你做對 不過都會有失敗 那自己做錯事是甚麼呢 煩惱 不饒恕 人際問題 做工不好 炒魷魚 這種失敗 我在耶穌裡面可以避免的 越來越少吵架 越來越少煩惱 一有不開心 立刻處理 《輕鬆得勝》這本書裡面 是有講到怎樣處理情緒的 處理 那你的人就會越來越少失敗了 但是另一種失敗是甚麼呢 我們自己做對 但是人家或者環境的困難 譬如有基督徒被迫白 或者我們傳福音被拒絕 這個不算是失敗 這個是成功的 雖然他不信 但是我已經做了我就成功了 我們追求的就是 我們走神的路 就算這樣失敗也不要緊 但是我們要逃避的 就是我們個人生命問題的失敗 越入神的計劃就越少失敗 就越多整個生命的發揮 好了 既然神的計劃這麼好 如何進入呢 第一 一定是悔改離聚 《約翰福音》五章十四節我一起讀 《不妥再犯罪恐怕你遭遇更加厲害》 聖經告訴我 耶穌和三十八年病患的人說 你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如果我把它转一转 别再吵架了 恐怕你遭遇得更厉害 不要发脾气 不要吵枕 不要烦恼 恐怕你遭遇得更厉害 你越吵架 家庭就会破裂 你越吵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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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迟早的婚姻破裂 就会有破坏了 所以我们就悔改了 神啊 我怎样规待人求主 赦免我 我怎样得罪人求主赦免我 叫我呢 用柔和的方法 想想他的感受 想想他的困难 怎样引导他去改变 这个就是第一 悔改 不只是悔改 离罪 以前吵架就不要再吵了 用柔和的方法 那你又很吃虧 他发脾气 我又不要骂他 当我们用柔和的方法 他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麽你现在不发生的呢 为什麽你现在这麽柔和呢 他会被改变的 所以第一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什麽需要改的 我们求主赦免了 第二 以神为乐 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 冲破一切困难一定是以神为乐 我们一起读 诗篇37篇第4节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这里讲到你以神为乐 什麽叫以神为乐呢 多谢天父 神做这些花草树木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神给我身体 多谢天父 神给我食物 多谢天父 圣灵感动我 神一直感动我改变 多谢天父 有圣经 多谢天父 有教会 有牧师 帮助我们的生命 多谢天父 有一切的东西 我时时因为耶稣而欢喜 亦都可以唱一些欢喜的歌 我又借喜乐 哈利路亚 主耶稣自却我 经常都因为神很开心 你越因为神而开心 你这个人都开心 好了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原来有时不只是猛地祈求 而是你以神为乐 欢喜神 这个已经是一个好好的祈祷 神就将你所求的给你 接着以赛书58章14节 非常好的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 又以你祖亚国的产业养育你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这句话是对以色列人说的 不过也都在我们身上可以应用的 他说你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就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 让我们的生命提升到一个高的层次 高的层次不是进入 有钱人那种高的层次 而是 这个人真是有生命影响人的能力 他的口出的是恩言 是改变人的 安慰人的 真的他的生命是提升的 这个就是一个高度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很有价值的 是会祝福很多人 那些人都喜欢跟他在一起的 这样这个人就是成价地的高处 神就将 如果当他听话 神就将亚国的产业养育他 不过以色列人又不听话 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他现在复国 都依然很多不听话 不过 神也都在中间兴起了不少的人 是信耶稣的 有很多这些 犹太人信耶稣的见证 如果英文的 如果你听到英文 是可以听到很多的 神就会祝福凡是听他说的人 譬如在新日也有说过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这个地土其实在原文 就是承受the earth 这个地球 你是掌管这个地球的 这个世界 你是会掌管这个世界的 就是说我们温柔的人有福了 我们就会承受这个世界 我们就会在这个世界成价在高处 影响祝福这个世代的人 希望大家都深信一下 我听以神为乐 我就有力量了 还有建立与神很亲密的关系 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18节 大家可以回家看一看《出埃及记》33章 讲到摩西求见神的荣耀 我一起读一下 摩西说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的汗 耶和话说 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 这里他就求神 求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 神回答他很特别 他说我将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 原来神的恩慈就带有他的荣耀 神就将他放在山洞里 用手遮住他 然后过了之后放手 他就见到神背后的荣耀 不是最强的荣耀 即是渴慕和神一个很高度的关系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和神的关系是极高度的 他们一祈祷 他们可以进入神的高度的关系 他会领受到 因为圣经说我的荣耀听我的声音 神会带领他怎样做 神也都会 有些人会看到神的荣耀 看到天堂的景 看到前面的路 因为圣经也都说到 圣灵会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 原来一个听神的话 可以进入高度的关系 我希望大家渴慕 不是渴慕世上的事情 你每天用时间 好像我带大家唱诗歌安诗 享受神 或者用一些诗歌 多谢耶稣 你给我WhatsApp 我又再传一些我的祈祷的录音给你 你跟着他 一路站在那里 眉眼多谢天父 Hallelujah 一路爱耶稣 又处理生命 你慢慢和神关系越来越好 圣经有个人物 以乐 《创世记》五章二十二节 以乐与神同行三百年 然后二十四节 以乐与神同行 神将他取去 他就不在世了 即是他与神有密切关系 神就将他拿走了 这是一个被提的人物 被提到天上 我就不是说我们现在亲近神 就会被提到他 圣经都有一个被提的例子 不但不是他的天堂 就是肥利 传福音 大家有没有印象 他传福音 圣灵将他拿去另一个地方 神可以做这些事情 今天都可以做 有人有这样的见证 但最重要是我们越亲近神 神就会大大的祝福和提升我们的生命 和帮我们进入一个不同的领域 你的影响力不再是一样 只要你听话 你日日肯用时间 思想神的话语 赞美神 不再发鼻气 不再在罪中 你的生命可以极高度的提升 我们都可以聆听和回应主的感动 为什么聆听呢 在祈祷的时候 你就这样听诗歌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神就会有点感动 如果你和家人吵架 神就会提你的 你遥恕他 祝福他 神就会感动你 怎么可以帮谁 向他传福音 有时你刚起床 忽然意念会出现 譬如你生气的人 一起床 不要生气他 为什么生气他 或者有什么可以做 神就会提醒 你就留意 在你心中有的意念 合乎神的 很多时候是出自神的 有根据经文什么呢 肥立比书二章十三节 肥立比书二章十三节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原来基督徒会立心去做 和遵从神 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来成就神的美意 我们是可以以为是我们自己想 其实是圣灵一直感动我们去想的 基督徒和神 在《高文多》前书六章十七节 那里说什么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神的灵 我们可以合为一灵 以至我们想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神的意念 但有些基督徒是什么 神的意念 他的意念 紧紧地拼到 大部分都不是神的意念 但你越入神的里面 你的意念越是近神的意念 你就会很丰富的 你的生命有很多指示 神会带领你 感动你去做不同的事 还有我们想避免失败 很重要 和清理垃圾 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处理 左上角开始 如果有抗拒耶稣 那有些人说信耶稣 怎会抗拒耶稣 我们大家想想 是不是有时候 不想祈祷 这个抗拒耶稣 不想看圣经 圣经说 瑶书人又不肯做 这个抗拒耶稣 我有抗拒耶稣求主帮我们 有罪控制或者骄傲 或者情绪化 或者人制的问题 或者我要人对我怎样好 或者人要令我满意 或者是懒惰 不处理生命 这些是我们需要处理的事 当我们要处理 有亲近神 生命就提升了 很重要 我们的生命是很宝贵的 《光临座前书6章20》 因为你们是重奸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 荣耀神 《光临座前书10章31》 所以你们滑饰滑渴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都是常想要荣耀神 荣耀神是什么意思呢 经常亲近神 经历到神的好处 因比方背後 一说到神里好 耶稣如何帮助我 耶稣真的很有能力 让他有平安 有慶省 有医治 有祝福 口一盡都是說好的東西 榮耀神的 這就是我們的整個生命榮耀神 神就歡喜了 神就一定祝福這個人 還有先所說的經文 將身在獻上當作活際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會入到這個完美計劃 聖經也說的是努力 怎樣努力呢 《江南傳書》九章二十四節 豈不知在牆上賽跑的都跑 但得獎上的只有一人 你們也當正跑 好叫你們得著獎上 這個保羅說 你賽跑的時候 你不會想跑到最後 你想跑到最前那個 得獎上的只有一個 他說應該這樣跑 但意思不是天堂只有一個人獎上 不過意思是 這麼盡力 我珍惜今天的時間 今天 我們珍惜生命是由今天開始 不要說我將來 我今天去祝福人 我今天將神的話放在心中 我今天感謝神 這就是努力 現在開始 頭子幫我們 現在開始努力 真心想祝福人 又去傳福音 因為這些瘟疫情 是告訴我們耶穌快要回來 我們告訴別人 聖經說了世界會有盡頭的 有個神很愛我們 不過我們可以用多些安慰的說話 還有建立人的靈命 神是喜悅的 還有有不同層次的 很多基徒在下面的層次 跟神關係有困難 然後專注在自己的需要 然後高一點就穩定參加教會 有結果指的 但有些委身經常有結果指的 然後最高是甚麼呢 跟神有極親密的關係 領受神的帶領 有策略性的侍奉 高度發揮生命 這個是高度的關係 我希望大家中間有人會渴望 神給我一個意念 這裡有一間學校 是一個傳福音的好機會 我很想在中間興起一些人 能夠幫助一些小朋友 將來在這裡建立一個小朋友 然後慢慢成為少年青年的事工 是需要有些人委身的 我希望大家問神 神是不是感動我去做呢 我怎樣可以受訓練呢 我一步步去幫助大家 去進入這種的侍奉 這個就是有策略性的侍奉 而神的策略呢 你射箭是不是 事實上射到就行的 我們射中間 這個圈你看到甚麼呢 最出軟弱 第二層參與多些 第一層就投入 然後委身 然後最高層次是策略性 甚麼是策略性呢 有計劃的 有目的的 但目的是為了神 不是為了自己 我來到這裡有目的的 我不是說 不斷偏偏說到就算了 我是有目的想興起你們的 祝福你們的 因為我祝福你 又是祝福我 又是祝福天國 我的心就是這樣 我的心態 我做神歡喜的事 神就喜悅的 這個時候我們會反思 和我們會唱這首詩歌 主耶穌 我知道你深深愛我 我的心就愛慕你了 你是我冠冕上的寶石 我是你冠冕上的寶石 又是你眼中的童人 我將我的生命獻給你 求主使用 求主幫我們進入神的計劃 好不好 進入神的計劃 我們一起起身討告 求主幫我們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因為你在我們生命有奇妙的計劃 你的計劃最美麗的 我願意聽耶穌的說話 耶穌 我們願意更加去愛你 更加回應你的愛 更加去看重你 關心你 做你所喜悅的事 多謝耶穌 主耶穌 我知道你深深愛我 主耶穌 我知道你深深愛我 我的心愛慕你 你是我一切 我是你冠冕上的寶石 我是你冠冕上的寶石 也是你眼中的童人 我的心愛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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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一世 我是祢冠面上报仇 也是祢眼中的同仁 我的信献给祢 如全属于祢 主耶稣 我知道 祢深深爱恒 我的信爱慕你 祢是我一世 我是祢冠面上报仇 也是祢眼中的同仁 我的信献给祢 完全属于祢 祢是祢帮助我们 把我们的心献给神 完全属于神 进入神圆明的计划 不要浪费我们的命 有些基督徒 祢只是紧紧得救 祢的生命没有结出果子 求祢帮助我们悔改 真是说神 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被祢使用 成为我周围的人的祝福 成为多人的祝福 祢是祢感动我们的心 如果祢是神 我愿意进入祢的计划 我不要再自己去找一条路 包括那些未结婚的 神有计划的 你听话 神会为你安排最好的 最适合你的人 如果你愿意进入神计划 请你真心向神去说 咦 这里没有声 咦 咦 咦 这个咪没有声 如果我们想进入神的计划 你就向神 开声和你举一手 你向神说 神 我愿意进入神的计划 我愿意进入神的计划 你就向神举一手 我愿意进入祢的计划 进入祢的计划 我愿意进入祢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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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祈祝福我们 你真是毁身并行动 第一步是训练 希望你留下可以接受训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